- 杜劫非生,一念成神,欢迎回来许久不见的烟雨江湖 那今天呢,有一点小遗憾,还没办法看到我们的于小雪给投入实战当中 因为在这个礼拜呢,我们加紧赶工,疯狂的提升云小雪 目前它的等级是85等,还没有到90等 因为没有90等的话,你就不能带装备 在目前100等的武道环境来说,至少你也要带90等的装备 要不然基本应该都是直接融化的 那如果要实测强度的话,好说歹说,至少也要有个90级装备 所以目前的话,等级还差了5等 那最主要武学的部分也要花时间去练一些新的 然后你还要把一些正派武学给转移过来 所以这个都需要花时间,炎雨江湖 你要从头养一只角色,真的要非常大的一个成本 所以这个游戏,应该说门槛吧 或者是很劝退人的一点点,也是这个东西 不管是等级啦,武学啦,甚至你的天赋,有没有 这个资质啊,哦,你看我的元宝,目前剩275 原本还有1000多的,买完预消雪,然后每天 那个玩完活动啊,拿拿东西啊,还有出那个月卡 弄完1000多,哎没有啦,有全部花完的 那目前来说这个资质啊,也是要升了,哦,真的很花钱 然后再来天赋我也还没开始测序列 然后再来比较讨厌的就是这个金脉,啊,这个也是要花时间啊 这个,每个东西啊,都是要花时间,花资源的,所以要再等一下 应该下一次啦,下一次应该就可以到90等 90等之后我们就来实测一下,我们要选哪个强度 那所以今天我们要干嘛呢?啊,既然不能打架 那我们就来讲一下打架之前的事情 那我们来讲一个很久就是,很久没有讲的啦 就是我们的角色培养的全指南 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啦,以前早期的时候 比较早期啦,烟雨江湖大家都还在摸索的时候 会把一些,呃,角色的他的一些定位啦,武学搭配啦,天赋选择啦 加点,呃,推荐啦,或是金脉啦 然后就是,会整一下,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呃,这只角色 那他会适用的一些范围,就避免有人练错啦 那目前这种的话一般是对新手玩家比较有需要 老手基本来说应该都知道怎么玩的 那所以目前这种攻略对于老手应该是比较没有帮助啦 对于新手,或者是你想要知道这个角色的一个定位的话 会比较有点帮助 所以如果你是,呃,要练云小雪,或是你刚刚加入烟雨江湖这个大家庭的话 今天可以花个十分钟,听一下 如果你要练云小雪的话,可以那个参考一下 就是武学搭配,天赋选择,然后还有加点跟金脉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老手玩家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 看看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好,OK,那今天会把呃,呃,余小雪啊,养成的全部懒人包给那个讲完 讲完之后呢,顺便来看一下,路板最近出了一个新活动很好玩 就是这个,余小雪的时装大赛 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装大赛 我看,我有看到几只余小雪打扮得非常漂亮 我自己是觉得余小雪她本来自己的那个时装 就其实蛮符合那个原著的那个场景的 蓝白的衣服,然后有那个白色头发,然后这边有那个包包头这样子 那目前因为,有一些克老啦,她有一些漂亮的时装 所以有些余小雪打扮起来很漂亮,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好,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先从余小雪的天赋开始讲起 那天赋的话上次比较模糊一点,这次的话讲详细一点好了 那她的天赋的话也有一个主动有一个被动,她叫月合流转 那被动的话最主要是她施放,如果目标是自己的武学 就是对自己施放的武学,不管是武学,内功,轻功,招式的话 会获得一个争议,这个争议是什么呢?就是全体 会有8%的一个巨细速度,还有100的一个回血 最高可以叠三层,死亡之后她自己死亡的话,这个争议就移除了 所以呢,她这个效果会绑定她自己学的武学 因为目前来说的话余小雪她的角色定位,等一下会用一个文章辅助啦 余小雪的角色定位比较偏向主坛或副坛,她一般不当攻击手 那不当攻击手的情况之下武学就会被限制,然后再来如果你要跟这个天赋去做搭配的话 那一般来说你的能选的武学内功轻功就更少了,像比如说内功 那一般来说你要对自己的话一般来说就是奶内嘛,就是前缘弓或者是长生爵 就是补学补自己的,那轻功的话目前只有两个目标是以自己为施放的轻功 就是一个是凌波,那一个就是天缘弱,就这两个 所以目前来说余小雪绑定蛮多武学的啦,所以如果你武学刚好可以给她用的话 记得要挑选一些可以让她被动启用的这些武学 好,这是被动的部分,然后再来是主动 主动的话就是奶内啦,就是可以补自己血量的一个人,然后包含她自己 然后可以提供治愈,然后会给一个护盾 这个补自己的话好像也是算在这个里面 就是她自己放的话,她自己也会有那一层效果 所以你的武学内功跟轻功,这三个里面至少要有两个是对自己释放的 你才能把那个三层的那个buff叠满 然后再来这个护盾呢,就是可以给自己那个深层血量的8% 那护盾的话会有10%的免伤 然后护盾破的话免伤就没有了 然后再来的话是自己的话,你只要有上限 她就会有一点的那个内功修为 所以如果你要把内功搞满的话,就是每天都要上限 这也是我目前有时候偷懒不上限 那现在的话为了要养余小雪还是要每天上限一下 OK,大概是这样子,这是余小雪她的一个天赋 我简单说她可以当奶内 那但是她本身的有些武学会被限制住 因为你要启动这个被动需要有些条件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章 我觉得个人学的很不错,以她来当辅助好了 她的话大概有大概讲了一下 就是她把她练到80几,然后去投入一些测试 那我觉得她的定位跟我想的差不多 那第一个的话是她角色定位 她把她当两个,一个是辅助就是奶内 就是一般像我们以前的李神哥 像我目前李神哥也是 李神哥的话一般来说带前缘弓或者是柳如意 这两只都是奶内为主啦,长生爵 那长生爵我自己个人癖好啦 是因为很不喜欢把长生爵给别人用 因为她是药王谷的武学 那柳如意是药王谷的嘛 所以我一般都还是没有把她拔给人家用 那另外一个奶内的话 基本比较常用的就是长生爵 那个前缘弓啦,前缘弓 前缘弓的话以前的话会掉血 就是啊不,会掉房 她以前的话会掉房 那如果你之后精进的话她就不会掉房 啊有没有,这个就不会再虚弱了 所以前缘弓的话其实蛮适合那个 我们的那个余小雪的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会当奶内 然后你奶下去之后呢 然后你又可以触发这个被动效果 那再来的话是祖坛 祖坛跟这个奶内其实是 我个人是觉得是同个位置啦 反正都是在前面当那个 就是当炮灰用的 不是炮灰啦,就是当坛用了 那小雪当主坛的话一般来说就是柳如意小李子 就是李神哥的一些培养之路 那一般来说就是补雪的奶内 那五雪的话一般来说是用犬或是棍 无瑕棍 那其他的话比较少用 那因为他余小雪他自己 因为他有绑定这个关系 气功的话只有两个选择 就是凌波跟那个天元弱 就这两个 那天元弱比较好一点是有免伤 那凌波的话如果你 不知道给谁的话可以给他 那如果你有人要给的话 那你就把天元弱给他就好了 只是他闪不掉的话会比较辛苦一点 好,只是他的一个定位大概是长这样子 那点法的话一样就是参考我们的价点表 那点法的话这边 新的玩家啦,这个点法千万不要 就是当当当当这样看 这个游戏的点法 千万要就是以价点表为主 那之前那个很热心的那个 路板的那个萌 就是那个网友 他那个之后 那个价点表没了 所以现在的话只能上危机去看一下 那一般来说我自己觉得啦 就是余小雪他适用的一个武学 基本来说就是这些 为什么是这些呢 因为这一些武学 他会给自己增加自己的一些霸武效果 像比如说那个阵云枪法 那这边少少列了一个 有人用猩鹰刀 那烈羊掌的话是因为 你是那个玩主坦嘛 烈羊掌啊,玄鹰掌啊,或者是武毒掌啊,醉犬啊 都是可以的 狐霞棍啊,这个也是那个就是 基本是主坦也是必备的啦 伏羲刀我个人觉得好像用猩鹰刀的人 比较多一点的,反正可以给自己上buff的都是ok的 那这是他武学的部分 那所以武学的话基本上说 看家里表这边 我个人觉得武毒掌还不错啦 武毒掌至少 有一些主坦 像比如说以前柳如意啊也会用武毒掌 然后那个玄冰掌他也可以补血 如果你进阶的话他也可以补血 那宁血神爪这个就不要用 因为你攻击力不够的话 宁血神爪效益不大 醉犬的话可以啦 以前里程哥的话也会用醉犬 那再来是烈羊掌 烈羊掌也很多人在用 有些人可能 不弄奶奶就直接烈羊离火就好了 虽然说都会掉一层buff 但是就是靠目前的烈羊离火的一个灼烧的效果 因为烈羊离火之后有调整 有变强嘛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烈羊离火也是蛮热门的 好大概是这样 这是他武学的部分 基本就是前员弓跟长生爵 他是奶奶 新弓的话就刚刚两个 凌波跟天员弱 就只有这两个 其他基本的效益不大 而且因为不能帮他上buff 所以只有这两个可以选 武学的话我自己推荐是那个 像比如说那个我刚刚讲的嘛 武毒掌 然后 醉拳 或者是烈羊掌 大概这三个 还有武侠棍啊 这四个 好大概是这样 那队伍的部分的话 一般来说把它当足坛再用 那副坛也可以 那其他部分的话看个人这样子 好大概这样啦 这是目前的那个小雪的一个定位跟武学的配法 那天赋的话就不用讲了 那个金仙鼎天啊 这个是必备的 不管你是哪只角色 只要完颜与江湖啊 金仙鼎天应该洗出来 像我角色目前鼎天都洗不出来 这非常糟糕 这个差很多啊 血量差10% 而且治愈的效果提升20% 鼎天真的非常强 我现在没有一只角色洗得出鼎天的 那个序列真的太烂了 然后再来的话是塑造骑虹 因为他本身如果你用奶奶的话 那疗伤泪的话他可以增加20% 所以塑造一定要用 所以这三个基本已经是必备的 金仙鼎天跟塑造 那另外一个的话看个人 有些人的话会用那个赫骨 就是可以用那个增加坑骨 那如果你缺内袭的话 你也可以用天人合一 那甚至如果你确定你的那个内弓的 如果是确定的话 那像比如说前缘 我记得前缘弓好像是混元吧 欸前缘弓我看一下 他好像是混元 欸对是混元 所以的话你也可以用混元 混元的效果会提高15% 而且调息还会减1% 所以如果你是要确定要用前缘弓的话 你就洗混元麦就可以去死 洗30麦也可以啦 只是他会绑定你的那个 内弓的那个属性这样子 好这是天赋的部分 那金麦的话就是以坦为主啦 免伤跟骨内袭啊 还有生法这三个为主 然后再来的话 基本大差不多他就是以增元为主 那增元跟巨器的话看个人 基本上开局 如果你人大的话就是选那个巨器 那如果不行的话就选增元 那比较有争议的就是韧性 跟这个免疫负面状态 因为以前我也不知道怎么点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都是有效果 只是我也不知道效果哪个大 然后之后有看过一个大佬们分享 大概的界定啊 有些人是以韧性1000为一个 就是基准点 1000以下的话加100 那1000以上的话 基本上再加韧性效益就不高了 然后就用这个免疫负面效果的几率 那我记得以前是用这种的分法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好的 我都是以这个分法为主 所以你的韧性只要超过1000的话 就是直接选这个免疫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话都是以免伤为主啦 增元啊 根骨这些东西 好 还有这个 这两个的话一般来说 如果以奶内的话 一般是以受到疗伤效果 那个比较好 但是如果因为 他的补血是可能补到别人 补到别人的话这个就效益不大了 那如果你要拼回血速度的话 那你点这个也可以 好 这是经脉的部分 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游消血目前来说的话 强度 到后期来说啦 基本啊 只有这个聚系比较用得到 100的回血 一般在目前的赛场环境的话 大概 应该也不差这一点点啦 即使300回血也没有多到哪里去 主要是这个聚系速度 那聚系速度加到三成的话是24% 24%简单说呢 他要配的话 建议一下你的队友 基本来说就是要找那种调息不高 那不需要高聚系 那他的那个这个聚系的效益才会出来 要不然聚系效益过高 然后你的武学基本如果放招又慢的话 你的那个调息如果太高的话 基本来说这个聚系速度就没有什么效果 没有效果的话 其实你带于小雪的效果就不大了 所以一般来说你的武学的话就是要放很快 那你很需要的聚系速度就是赶快 赶快多放多施展的话 那余小雪会至少的强度会 还算是在T1了 要不然的话其实他PVE比较适合 PVP其实好像强度不是很高 这样子 好大概是这样啦 这是余小雪的介绍 然后再来我们再看一下实装的部分 我看有几个 第一个我是觉得最漂亮的 我个人是觉得 第一个是我看到目前余小雪是最漂亮的这个长相 这个衣服不知道从哪来的 然后还有这个面纱 然后这是披风吗 然后整个弄起来 我个人觉得这个比我们目前来说 的那个正版的余小雪还漂亮 我的天哪 这个这是正版的 然后这个是目前他们实装的 哦真的漂亮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是纯白的 我觉得就还好 他这个有额黄色比较漂亮一点 然后再来下面的话 这个也可以啊 这个带那个雪人帽 这个也OK的 之前买的那种灰白色的那种实装 如果你是大佬玩家的话 都可以拿来穿一下 然后这个 诶这是翼影袍 呃算我不是翼影袍 这好啊这是那个 那个转盘上面的那个 乌乌乌乌蝉什么衣的 哦这个也很漂亮啊 这个墨绿色的 然后再来 哦这个就普通了 这个是大家都有的 然后再 我想好像都是以那个 灰白色为主 然后带一个斗笠 斗笠不行啊 我觉得余小雪一定要把头发露出来 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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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看这个好看 这个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就是他 红白相间 我记得之前 谁啊 有人把乌林二吧 好像也是穿成这样子 也是 也是蛮好看的 然后 这个也是灰白 哦这个也不错 这个也不错 然后 再来也是带个那个 我觉得他这个衣服 真的很适合 我个人觉得这个衣服 是最适合余小雪的 后面有这个红色披风 不知道是哪一件 然后头上再带一个 那个雪的帽也是不错 然后 这个 哦是男之一的衣服 男之一的衣服 把他穿到余小雪身上 这个感觉太太奇怪了 哎 哎 这个 OK 然后 这个这个也很常见啊 这个红白衣服 这个感觉比较像师太的感觉 这个感觉比较老气一点 然后 哦这个好看 这个也是那个 五龙五四的那个衣服 那个好像是新 那个什么 诶 这个不是那个吗 这不是书念雪的衣服吗 那 这个很丑啊 好啦 大概是这样啦 所以个人觉得啊 目前看过来 就这件衣服最好看 那这件衣服 我那个不知道从哪边拿来的 如果你有这件衣服的话 啊记得一下 可以余小雪穿 我个人觉得超级漂亮 啊这个啦 金履云龙山 这从哪边来的啊 这是 这次活动的吗 我不知道 这真的很好看 好 大概是这样子啦 就是这次余小雪的一个介绍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基本来说 以主坛为主 然后内功带奶内 然后轻功的话 就是凌波跟天元弱 那那个 主武学的话看个人 我个人觉得拳还不错 那你要玩主坛的话 就是以无瑕棍为主 那你四棍队 如果你是狼枪 玩四棍队的话 振云枪才会用得到 那刀法的话 建议是用信音刀 但是攻击力可能不太高 啊所以这个有点激了 那拳的部分的话 烈羊掌 血影掌 罪拳 这都是OK的 好 大概是这样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下次的话 我们就升到九十集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 来测试一下余小雪 OK 那喜欢的人欢迎支持一下 我是玄牢 感谢收看 下次留言再见